您现在收看的是三立财经台 下午两点半欢迎再度锁定的量新思维 我是范英华 今天台北股市又再度往下掉 而且跌破了月线的一个支撑 最后下跌28点收价了8209点 在量人部分是比昨天少了一点 来到了829亿 但是就这个量人来说的话 这个好像有点多了 如果少一点点会不会更好呢 而且很多投资人都在问 现在跌破月线了怎么办 会不会继续往下掉呢 今天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 轮源投顾的总顾问柯建伟来到现场 柯总你好 大家好我是柯建伟 柯总赶快帮投资人解惑一下 大家一定会觉得说 这个盘跌破月线一定会往下掉吧 月线都支撑不住 下一个难道要下探季线了吗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非常重要 各位记不记得 昨天大跌161点 我们在节目跟各位讲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 能量没有波段迈迅 能量没有波段迈迅 所以这个地方 它不会直接肩头反转大跌 最差的状况 它也会拉上来做一个右肩 完成头部以后才会真正下去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我跟各位讲说 因为昨天能量还没有出现买迅 所以正常而言 应该要回到 回测8170到8200 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讲说 注意一下 礼拜五 如果回测8170到8200点 那么就有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买点 好 那昨天收盘的位置还没到 那么各位看一下 今天低点是多少 今天低点刚好 8172点 几乎是 而且是瞬间来的 是 然后我不知道各位今天 这个 当然我们现在是三立电视台 但我顺便聊一下 我今天刚好这个跟东森电视台连线在 这个12点50分左右 好 刚刚好见到8172点的时候 刚好电话拿起来连线 然后我的第一句话就是 8172点 千万不要追杀 这可能就是今天绝佳的买点 也可能是这一波回党的最佳买点 然后一讲完就看那个 期货现货一路往上拉 那么绝对不是说 我们这个有这个力量往上拉 而是告诉各位说 这就是一个共识点 什么叫共识 就是市场上很多人的想法 是一样的 我这样想绝对不会是我特别厉害 绝对是有其他的法人 外资 其他人的想法 是类似的 因为很简单 8170是什么位置 是去年的高点 好不容易突破了去年高点 回来 我们常常讲 一个重要的压力 绝对没那么容易突破 你看8170熬了多久 熬了一年多才突破上去 对 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突破上去 回来一定会变支撑 就是一个重要压力 突破了 天花板突破了 掉下来 二楼的天花 你在一楼的时候 天花板 不就是上去之后 下来变二楼地板吗 对不对 你从一楼爬到三楼 你下来到二楼的时候 原来一楼的天花板 不就是二楼地板 有没有这样的概念 所以同样的 为什么我今天 这个817 看到817 我说这个地方绝对不要追差 这是一个绝佳的买点 好 那个 哇 期货拉得更凶 期货甚至逆加差变增加差 现货是刚好收购 812 期货从今天那个低点 拉到收盘是 差不多六七十点的位置 那么非常非常凶悍 为什么 因为那就是一个共识点 一个共识的概念 那么当然 真正是不是确定 它是一个低点 就此要再上去 那就要下礼拜来做确认 尤其下礼拜一非常重要 因为今天晚上 这个美国开完盘的时候 礼拜一美股是修饰的 所以今天晚上的美股 还有礼拜一的台股 会继续影响到礼拜二 所以礼拜一礼拜二 它会搭嘎在一起的 会搭在一起的 所以我在跟各位讲 大盘 包括今天在内 还是一样 好 我算了 我们直接来看能量图好了 来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电脑的能量图 看一下今天早上的时候 那么曾经是开高震荡 为什么开高震荡 美股没有跌嘛 我们自己下什么 美股最后那个非白人还小红呢 对 所以早上开高 但是开高震荡过程当中 出现五档张投背离 就是竟然开高之后 能量是投背离了 告诉你 有人还不想从这里上去 还希望砍最后一刀 果然真的就出现这一刀 所以你说 有时候连这种极短线的东西 我们能量当冲都可以 当冲法宝都可以掌握住 击杀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段下杀 来看一下 今天的五档张 哇 这个比昨天拉得更凶害 你看这个五档张的正值 扩大的幅度多大 好像红红的火山一样 这个有没有 熊熊这样子一直拉上来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其实有人刻意打下来 在这边积极的买进 五档张 五档张我说过 是马上就要成交的价位 不是那种挂很远的价位 你可以看到这是一点 再来我们看比对图 看到没有 今天早上是不是还杀下来创低 但是请看今天 这是昨天的空方能量 是虚线这一条 这是今天的空方能量 空方能量比昨天大幅下降 你看这下降幅度很大 很少看到差距 一天差距这么大的 表示今天卖压 其实有大幅的减轻 再来看多方能量 多方能量虽然没有 比昨天多 很明显的多 但至少是比昨天多一些的 好 所以换句话说 今天五档张的买盘 非常积极 然后呢空方能量 大幅下降 所以今天杀到这个 8172点 我们敢说非常笃定的说 这就今天的买点 而且很可能是波段的买点 当我说了 是不是真正波段买点 我们下礼拜也来确认 只是能量来看 已经机会很大了 现在只缺什么呢 我跟各位说过 低档承接量 今天各位看到 那个五档张的买盘 其实就是一个明显的 低档承接量 包括今天各位去看 那个五分钟的线图 如果当天走势 盘中走势 下面配五分钟线图 你可以看到 杀到低点的时候 那个低档承接量 非常明显 好 五分钟图 有没有看到 杀到8172附近 是不是那个出现了 突然增加的五分钟 很大的量 在那个差不多 12点50分 11点钟的 12点50分到1点钟 那个地方 那个叫低档承接量 五档张的买盘 跟低档承接量 它都是刹车 我记得我跟各位提过的观念 它都是刹车 刹车只是告诉你 原来的方向 就原来是下跌的方向 原来下跌的方向 会减缓 或者会直稳 做一个反弹 但不代表 趋势方向反转 反转要转动方向盘 对不对 你往这个方向走 你往北走 刹车 如果没有转方向盘 你再踩油门的时候 还是往北 不可能往南吧 除非见鬼的对不对 不可能事情 所以你要转方向盘 那转方向盘的动作 是两个 第一个 君买张要明显的进场 表示大户认同 就像我说 8170是一个共识点 大户要认同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君章 今天君章尾盘的时候 君章的负值 有非常明显的缩减 可惜 君买还没追过君买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还没追过 所以下礼拜一 可能还会震荡 以这个角度还会震荡 除非今晚美股很好 那礼拜一直接就上去 否则的话 以能量来说还会震荡 那么第二个要看什么呢 第二个转方向盘的讯号是什么 递增攻击量 今天为什么还会杀这一刀 为什么还会杀这一刀 来看一下 因为在杀这一刀之前 今天这里的反弹 这里的反弹 都是量价背离的 如果往下看它的量的话 有没有 量价背离的 量价背离的 所以没有地增量 表示这个拉台 没有追价的买盘 没有追价的买盘 就只好杀这一刀 就只好杀这一刀 包括尾盘也还没有看到 明显追价的买盘 所以下礼拜一 两个任务 第一个 军章大户要进场 第二个地增量 要有追价的买盘 如果看到这两个 我就可以回来确认 今天低点 真的就是一个波段的低点 好所以我想 大盘部分应该很清楚了 第一个 能量没有波段卖讯 这边不会直接 直接一个头 就直接反转下杀 不会 所以最差的状况 还要来 至少来一个 头肩顶的右肩 第二个就是 从今天的能量来看 这个地方 是有机会 今天低点形成一个 波段低点 但是因为 均买张还没追过均卖 下礼拜还会震荡 或者也许相对 今天低点打第二只脚 都有可能 那么你就要观察 转方向盘的讯号 第一个 大户有没有进场 看均章 第二个有没有地增量 看有没有追价的买盘 好 在大盘的部分 可能还要再持续观察 观察每一股 观察下礼拜一的一个动向 不过另外 真的是在昨天 节目每分每秒 一定都要听清楚 在最后面 要ending之前 我记得柯总 爆了一只 像是2387 来看看今天 这股价真的是 往上开始动 而且还来到一个波段性高 果然 在大盘即使震荡的情况 只要选对股 就没有问题 对不对 不用受到这些 大盘的一些影响 所以也不用怕 对不对 的确是 你看2387经营 今天开盘还开在平盘附近 迅速拉到接近涨停 后来大盘一路下杀 它压回 但是压回 还是守得稳稳的 收盘还是涨了半只停板 那看一下 金元的日线图 它是今天再创波段新高 这整个波段的新高 换句话说 大盘昨天大跌 它小跌 今天大盘小跌 它大涨 这个就要做趋势股 就在此 我昨天跟魏讲了 几只股票 对不对 第一个 跟魏讲说 这个 我们这几天 前几天都跟魏预告的 聚亨 昨天强势 今天聚亨 还是抽红的 今天聚亨盘中 还在创高 只是说 短线有一段的涨幅 你不要勉强去追 但是基本上 它股径比很低 拉回震荡过程当中 那么还是可以留意 再来 我跟魏讲就是这个金元 今天果然往上冲 然后我跟魏讲说 那么智能电网族群 还是值得注意 那么3027的圣达 今天继续往上攻 收盘再创 就没有创新高 但是收盘几乎攻到涨停 有没有 圣达今天 收盘几乎收涨停 涨5.97% 几乎涨6% 看一下它的日线图 虽然还没创新高 但几乎快了 以收盘而言 是创收盘的新高 我昨天有跟魏讲 好 如果你真的不敢买 盛达 那我有跟魏讲 我说你看 在节能 看一下智能电网 我只有列两档而已 对 一个盛达 一个盛德 因为全台湾 在智能电网这一块 当然有 逊州也有 东元也有 中兴电 有蛮多支都有碰到 但要就是只做硬体 要就是部分 软硬体 因为智能电网 还涉及软体的部分 软硬体 整个整合能力 全部都有的 就这么两家 就这么为二 没有第三家 就是一个盛达 一个盛德 所以既然盛达 可以这样涨上去 那 对不对 我当初跟魏讲 盛达的基本面 我想 各位应该非常清楚 就不用再多说 也涨上去了 好 那盛达 我们还是长期看好 那如果你不敢追 有一个在低的 就是盛德 对不对 我跟各位说 盛德拥有 整合电源管理技术 而且 已经出货给日本 澳洲 在台湾 连锁商商开始采用 那么第一季 是它的业绩股底 四月份营收 明显成长 我们估计四月份 很有可能单月 有相当不错的获利 好 那重点在技术面 其实产业面 我们都讲过了 我说过了 产业面选股 我们尽量跟各位 讲的是一个中长线的 不会随便改变的 不会随便改变 但是技术面 每天在变嘛 对 所以技术面 你要去找一个 好的位置 那为什么 我昨天特别跟我讲 盛德 那么看一下 盛德的日线图 日线图 在今天之前 你看到 他从四月一号开始 缓缓的压回 他第一季亏损 但是 只有缓缓的压回 他把投信的单子 全部洗光 投信卖光光 一张不剩 但是还可以维持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 有没有发现 所有的均线走平纠结 纠结在几乎所有的均线 都放在一起 而且 菲波南西级数 到昨天 昨天是一个收盘的低点 刚好第三十四天 三十四 二十一 都是非常大的时间转折级数 三十四天 回了三十四天够久了吧 几乎是两个月的时间 所以 我说非常要值得注意 说不定今天就是一个 往上攻的时候 那看一下他今天盘中走势好了 麻烦打一下盘中走势 大盘是往下杀的 他是从开盘开始一路往上 包括盘中大盘的急杀 他好像完全浑然不知 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一路拉上去收到几乎最高 很妙吧 我怎么会事先知道 我没有事先知道什么事情 我只是纯粹从技术面 所以我常常讲能量也是技术面 贝波南西急速波浪这些都是 其实我最喜欢的 虽然我有时候还是会讲KD 有时候会讲均线 但我觉得那些其实都是蛮落后的 我比较喜欢讲领先的东西 领先真正技术分析当中 领先东西其实就是三样东西 第一个就是能量 第二个就是波浪 第三个就是由量价去研判 未来可能走势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跟各位讲说 那么胜德值得注意 果然今天是根本大盘的沙 跟他没关这样一路上去的 所以你看今天以日线图而言 他今天的收盘 竟然占上所有的均线 看起来还没有拉上来多少 可是因为均线纠结 今天占上所有均线 如果下礼拜直接开高上去 他就整个突破上去了 突破下降线上去 所以很多时候 你看我们跟各位讲的股票 往往都是不断不断在实现当中 那为什么会不断的实现 其实就是因为 我们抓住产业的趋势方向 再来就是技术面 能量帮各位去掌握那个节奏 所以那个操作节奏 为什么我一直讲说 操作节奏跟选股 是各位获利的关键 大盘大跌下去 你会发现 如果你照我们的节奏跟方向 你发觉你是非常开心的 一点都没有任何紧张 反而巴不得跌下来 你可以有更好的机会 更好的买点出现 所以现在转机的部分 趋势都不变的情况之下 但是大家一定会关心到 之前如果有进场的 太阳能在今天晚上 这个中国跟欧盟的部分 他们两边要来谈 到底会不会再度破局呢 因为第一轮 好像有点情况不乐观 那么接下来来说的话 到底情况会怎么样 也攸关太阳能的走势 现在悄悄出现一些变化了 怎么掌握呢 休息一下 稍后回到能量新思维 记者目前所在这栋梦大楼 据传有位老先生受伤 却不愿意就医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是的 老人家没有保险 一旦发生意外 不但没有保障 更加希望会叫老本 友邦人寿长期关心 引发组朋友 在意外保障方面的需求 2012年全新推出 投保年龄在50到75岁的 全新老神在在意外险专案 涵盖日常生活中 常发生的大大小小意外保障 只要透过电话就能投保 免体检 简单又方便 全新老神在在专案 不仅提供引发族 基本的意外身故 残废理赔 也包含了意外住院 住院手术 更加容易危及生命 需长时间休养的 重大烧烫伤理赔 提高到保额的50% 此外 因意外造成 1到6级残废 每月提供保护 重大伤残保险金 连续给付100个月 搭乘国内外大众运输交通工具 所造成的意外申雇或残废 保障直接提高到3倍 现在就请拨打电话 立即有专人为您服务 像我们的年轻废实在是很需要保护 年轻废有很多时候 我走起来 开始富含我们的 有方人数的条件 就趕快来给你对自己安心 您是儿女不在身边的营法族吗 您会担心意外发生 带给子女困扰吗 全新老神在在专案 专属50到75岁 每天约25元 就能享有意外申雇 意外住院 意外重大伤残保险金 意外重大烧烫伤等多项保障 现在就拨打咨询专线 有专人为您服务 有我帮你 AIA有帮人数 88路线进展 本车开往台铺大道 第二杯半价一够88元 台股受到激励 家人居住开盘上涨88遍 所有的消息店送到 三立财经台在88频道 范玉华 蔡伟霆 李星云 杨一梅 陈书贤 王志玉 台铺的起点就在三立财经台 锁定发发 每天发发 欢迎回到能量新思维 相反想我们稍微谈过了一些 现在其实大盘不用担心 选对股就可以安心的续报 甚至还可以加码 不过之前如果有人加码太阳能的话 现在会担心了吧 双反到底怎么样呢 现在好像传出说 可能会破局 破局的几率是比较大一点的 柯总这部分的话 是不是真的变成太阳能族群 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了 没错 我在礼拜一还是礼拜五忘了 那时候跟柜翔说 太阳能要注意 那时候我也建议蛮多朋友说 太阳能先出清一趟 那么最主要就是等待这礼拜五 那么李克强总理跟梅克尔总理 互相交换意见 看看那个结果到底是如何 会不会原来欧洲对中国大陆 这个双反的政策有很大的改变 不过呢 我到越到今天 我越来越有点乐观 好 我不瞒各位说 其实今天我已经跟一些人说 可以试着去买一些 这个茂迪买一些新日光 当然今天茂迪跟新日光 其实看一下盘总走势好了 今天茂迪是震荡比较激烈 盘总走势 那么但最后其实有拉上来 看一下新日光 新日光今天更强 它也是震荡 它后面是 对 整个拉上来 涨了半根停板 那为什么 我今天会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很简单 基于两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 就是我一直讲的 股市有一个不变的定律 就是除非天灾地变 所有事情都有人先知道 先知道的人 通常会先去做动作 不见每一个 但通常绝对会有人先去做动作 所以我告诉各位 就算天灾地变 很奇怪 一些能量的东西 像能量这种东西 不知道它是宇宙交下来的法宝 也许吧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往往也可以事先知道 很怪 那我们先不讲这个 如果不是天灾地变 是人为的 一定可以 所以麻烦导播再打一下 茂迪的日线图 你看茂迪 涨了这么大一段 从我们当初 4月26号 跟各位开始建议 那时候30块 涨了五成 涨了这么大一段之后 大盘出现了 像昨天这么大的下跌 它竟然是横向震荡 它目前还在五日线这里 它连五日线 都没有真正跌破 十日线都没有来破 有没有看到 表示什么意思 我这样讲 如果 因为茂迪这种股票 不是一般散户玩的 是外资 是大型法人玩的 如果真的双反 有可能被推翻 对台湾可能不利 外资不会狂砍吗 应该会吧 赚了那么多 对啊 怎么都没砍呢 怎么还可以 而且在昨天大跌 一百多点之下 昨天茂迪没有跌 这么神奇 还可以横在这边 几乎就是横向的 所以我大胆研判 那再看一下新日光好了 新日光是有稍微拉回 但是今天拉上来 又是回到五日线 不是也很像吗 所以不是只有茂迪一只 新日光也是超大型的股票 也是很大型股票 所以你看 茂迪 新日光 这种大型的 我没有拿太阳能当中 小的来跟各位讲 我讲的是大的 这些大型的法人股 它可以这样走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 合理的怀疑 有人先知道 先知道说 太阳能没事 下礼拜很可能 还会往上走 所以不管怎样 反正今天晚上就知道了 因为现在已经收完盘了 我现在跟你讲 你也没用 你也没办法提前到 今天盘中去买 我也不建议 那其实有点赌的性质 以安全点来说 我们还是看下礼拜一 但是 你可以注意 如果双反没有被推翻 以貌敌新日光的走势 下礼拜 我不敢确定 是不是一定礼拜一 但下礼拜的太阳能 可能又会整个上去 可能又会整个上去 所以这变成一个超强势 明确的转机 所以我想太阳能部分 我已经讲了很多遍了 当初我们在4月26号 拿这张手版跟各位讲说 出现春夜 那么到目前为止 包括我前两天跟各位讲说 那时候它跌下来 跌下来 我跟各位讲说 我还是再次强调 产业面太阳能的转机 没有任何问题 现在只是要考量 台湾自己本身的问题 那如果从这几天来看的话 我相当合理的可以推测 好像没什么问题 好像会非常有机会 这是太阳能的部分 好 所以太阳能目前 下礼拜一观察的重点 有可能真的 之前休息一波之后 现在在所有利空都消失之后 反而对台湾的太阳能族群 是一个利多 不过来看到了 这个选股概念的方面 我们之前也介绍过一些 有转机的 而且很会飙的 才刚突破底部的 但看起来每一档列出来的话 好像那个技术线型都不太一样 对不对 如果每一档这样子 我操作的模式一定不能一样 怎么操作呢 对 尤其经过大盘 像昨天的灌杀 今天的这个杀下去拉上来 整个技术线型会 都有很大的差别了 甚至同一个族群 那么就像我们当初 送给各位这一份 对不对 转机小标股 我想各位应该 蛮多观众朋友有来索取 那你现在可能就会问 你拿到那张表了 那里面很多股票 最近还是非常强 包括这个昨天打下来 我们里面设了一档 三二九四的阴记 对不对 阴记 昨天还可以收涨厅 今天则是这个 瑕福震荡 对不对 小跌一点 你看它的阴记的日线图 是不是再创高 那不止 里面蛮多股票都是如此 但是各位一定会有一个疑问说 那怎么办呢 我跟各位送了这么多股票 你该怎么操作呢 我还是那句话 选股是从基本面跟产业面 但是操作就要看技术面了 所以我举来说好了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电脑 电脑这个字卡这边 例如我们讲华星集团 你们发现 华星集团的个股 开始走势不太一样了 好 来看一下 例如当初 这个我们讲华东好了 有没有 当初我们能量 在这里出现买讯 那时候还没涨上来 还震荡 这是30分钟线 还震荡了将近大半天的时间 然后开始大涨 好 大涨上来 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 在还没有跌下来之前 这边出现了卖讯 跌下来 所以你看没有 它这里目前是能量短控 所以假设以这档而言 其实应该要在这里 要获利要截掉的 那现在暂时要观望的 然后华星也是一样 你看华星 这边出现了买讯 还整理了好几天的时间 整理了四天还五天 开始大涨 所以表示能量掌握住 有人进货了 大涨 但这里能量出现卖讯了 所以你看从这里开始 一路跌下来 有没有 好 再来看我们一直跟各位 这个介绍的华邦电 这个是华邦电 华邦电 没有 它还在红的 它能量还没有卖讯 所以你看看 很妙 就是为什么我们讲说 用能量来看 今天华星跌下来 有没有 今天盘中走势 你看华星今天跌得还蛮重的 华东跌下来 华星科也跌下来 因为华星科能量也翻空 对不对 但是在华星期段当中 今天就华邦电还可以收红 华邦电今天盘中震荡 所以还是收红的 不是吗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就是说 例如我送给各位很多股票 你看到 觉得里面哪一些是你喜欢 你勾起来 那你可以做什么呢 你把它放到 例如说你用能量系统 把它放到自全股里面 对不对 自全股里面 你看像聚亨 短多 中多 盛德 短多 中多 盛达 短多 中多 华邦电 短多 中多 晶元 短多 中多 英记也是 好 那么 林光是今天我们看了一档股票 茂迪 有没有 短多 中多 但有一些好像聚集 短空 中空 连强 短空 中空 你会发现 走势就是完全不同 所以还是跟各位讲说 如果各位 你自己就产业面 可以看我们的节目 或者当然也可以自己研究 除了这个之外 另外就是操作节奏 操作节奏 我非常建议各位 当然如果你自己技术面 很厉害可以 不然的话 可以参考能量的技术面 应该会帮各位去掌握 一个很好的节奏 好 现在柯总 说了一堆蛮有用的一些资讯 第一个 观察今天晚上 下礼拜一可能就是一个 观察的重点所在 我们下礼拜一再见了 能量新思维 感谢你的收看 拜拜